为了做好多元教学发展 东部教育重镇 国立东华大学和业者 签署了产学合作备忘录 打造东台湾首间VR人才培育中心 共同推动高等教育深耕计划 落实教学创新 发展大学多元特色与领域研究 今天的产学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是由东华大学校长赵涵杰 以及宏达国际电子台湾区的总经理 陈伯玉共同签署 而县长徐真卫则在现场见证 东华大学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能够接受HTC的众议 东华大学来成立一个合作的模式 最重要是ARVR到底要运用在 人的生活的哪一个层级 然后利用我们现在5G的环境 让ARVR能够更顺畅的到 我们台湾的各个角落去 尤其是华东地区 我们偏远地区利用ARVR 去辅助教学的话 可能对于我们偏远小孩 就不至于跟都市的小孩子 落后一些距离 所以我们尽量希望在ARVR上 能够发展出更新的运用 更新的做法 让这个花东地区的学子们受到照顾 华林县长徐真卫则是提到 非常荣幸见证国立动华大学和HTC签署产学合作备忘录 而这几年国立动华大学无论在国际两岸以及台湾大学的整体表现中都非常的亮眼 希望AR技术的进来之后能够提升学术的教育助养 我要谢谢当时业界给我们的支持 给我们议题上还有软件上一些很多的概念 让我们的这个部分能够起步的早 然而起步的早不等于推动的早 起步的早让老师也要不断地努力学习 所以我非常谢谢我们教育中心 以及智慧教育中心不断地在录制影片来 来教育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第一线的学生 未来花莲县政府教育处可以跟我们的东华大学 甚至可以跟我们业界的好朋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栽培台湾的孩子 让台湾的孩子在我们的树位以及我们的云端的部分 能够发挥到最精致 尤其是保住我们花莲自己的人口红利 不要外游 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愿景 所以在这里正会要谢谢大家 我想大家合作 不见台湾一定好 HTC台湾区总经理陈伯玉提到 5G世代的来临 随着全球VR生态圈发展更需成熟 以及疫情的影响 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形态正迅速地转化中 而虚拟实际是实现新工作和生活形态的关键 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在内容产业上面 在这个整个VR的生态系里面会更蓬勃发展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跟学校合作 所以那这次也很荣幸 那东华大学利用他们的这一个VR的教室 来培育更多的学生可以做VR的 content 那有老师跟学校这边和HTC可以做三方面的产学的合作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构想 也就是可以把完整的培养VR做content的人才 可以很完整地培育起来 因为特别它是在华东地区 未来东华大学第一间VR人才培育中心的启用 相信在建制高端教学的环境 以及提供专业技术资源和指导上 可以为学生带来更多的注意 记者 林杰 社风箱报道